多奈小伙伴给观众们 相信很多人在捕鱼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 一些脑子好使的人总是能够想出一些捕鱼的妙招 在耶诺尼西亚有一个非常会捕鱼的老大爷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大爷把一个陶罐给埋在了河中 这个罐子埋在河里有什么用呢 这个老大爷说过几天就知道了 等过了几天后这个老大爷把这个陶罐给搬了出来 然后把这个陶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真没想到这个陶罐里面满满的都是惊喜 因为这个放在河里几天的陶罐 竟然倒出了许多的小鱼 看着这源源不断的小鱼从罐子里倒出来 真的让人开心 这可以保湿一段了 其实这个陶罐可不是一般的罐子 它们在当地是有转属的名字的 叫做库拉 它们在当地本来是用来装甘蔗的 但是人们发现 在这种罐子里装上面粉跟大米 就可以捉到很多的鱼 你们在小时候捉过鱼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